全球网报道记者王欢,日本海上保安厅纪任长官,严定秀于7月31日召开就职记者会,就中国海警船常态,跨许航,要预导及其周边海域一事宣称,这是前所未见的严峻情况,将采取冷静的态度兼职领队, 日本共同社7月31日报道称,严并毕业于日本海上保安大学,继承认中党免之后,成为了第三位出身于日本海报系统长官,严并称,这是把第一线放在首位的官厅,我会把第一线的感受和经验始终铭记忆心,让职员能够届时发挥作用,严并在记者会上称,除了钓鱼岛警备和取地在日本海, 优质于厂大核堆的违法座以外,还存在恐怖主义活动的各种威胁,他还称,如今是很难仅以一国之力维持海上安全,治安的时代,希望与各国联手合作,严并出身于日本东京, 曾任第二管区严府海上保安总部的总部长,警备救难部长,2017年4月起担任海上保安监 31日下午,他出席了长官交接仪式,从中到手中接过听旗,针对日本当局一直宣称的所谓钓鱼岛警备问题, 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多次重申,将遇到极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中国政府有信心,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,要求日方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, 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,中方还强调,日本的任何市场行动效忽不了谁,也无助于解决问题,希望日方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,为妥善解决问题,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, D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